这是唱京剧的白小沁老板 他肯定是来救鸿门光的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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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小姐 有点不对 咱们御族都撤了 难道有诈 怎么办 小老板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进去 好 走 走走目 快点 回来 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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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住 怎么找我了 不管那么多 先去救人 是 走 快快快 走 狂八蛋 弟兄们 给我杀 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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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公军 我想办法救你出去 你 狠窠 傅 走了 爹 帅 好 好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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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我过了吗 小倩 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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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我们撤出去 走 救苏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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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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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 我们还是快走吧 你坐这里的孩子要亲呢 我 我一定要找到温哥 我一定要找到温哥 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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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他们来了 原来 文卫 文卫 他这是怎么了 监狱突然起火 被薰了 那温哥 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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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赶紧先上船吧 好 一人 这块石头 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 你在哪儿捡的 老婆 你押在一剧男尸下 我还有一个什么好东西 你要去给你 快快快去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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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太久了 一定饿了吧 来 吃点点心吧 女儿 老婆 多可乐 多可樂 老婆 爸 曾敦言 在这上场上 什么样的风雨你没见过呀 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什么风雨 我都没听得住 可是 这死的是我儿子 我洪家最重要的补血 完了 你就把肚子里的苦水都说出来了 别闷在心里了 现在我过得不算 可是有文露文卫在呀 还有我呢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我忠厚代人 我勤俭之家 我怎么落到这幅下场了我 我说苍天有缘 这苍天 这苍天到底有没有缘啊 老爷 老爷 你们来吧 你们全来吧 我 我活出了这帮老骨头了 你们全来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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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行往后 一步一步把他带大的儿子 你们还我儿子 还我儿子 老爷 老爷 别上了身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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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律师 这次应该是办齐了吧 那当然了 受人之托中人之势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没想到办这么快 原本我还以为要三五个月呢 在上海 你得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你得记得一件事情 老爷 童少爷给了这么多钱 能够推得不快点吗 赵律师 我爹要是真死了 你说这印章还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吧 就是让活人有个想头吧 童少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人死如灯灰 想那是万象 只不过可惜了这石头 Recal delante 向羽他们回来了 你说红文光 它真的是葬神火库了吗 当然了 你说这牢里的铁栅栏 都烧弯了 那人的骨头能比铁还硬吗 当时火势很大 本来我们退出门口等等 但是一出门口就跟一帮人打起来了 纪贵说是曹帮的人 纪贵 这事你怎么没告诉我 我忘了 不过后来我打听不识财业局的李健和白小千原来是一伙的 他们都是来救文光的 可惜势单力薄 再加上一把大火 官府那边也得到了证实 牢里烧焦的全是尸体 这事 红文光这最大的石头总算是除掉 这回干掉文光 前前后后我们干的挺漂亮的 神不知鬼不觉 那个倒霉鬼到死都不知道又怎么回事 相亲兄弟啊 这回多亏你大显身手啊 谢谢红少爷的欣赏 不过这次我们也损失了几个弟兄 拿着 用最好的棺木给他们下葬 剩下的给家属抚恤 而且告诉他们 他们如果有困难尽管来找我 替我卖命的人 我绝对不会亏待他们的 红少爷真是好爽啊 谢谢红少爷 快去办吧 好 给他们兄弟那么多钱 值吗 你要是有他们一半的本事 我还需要这样花钱 我能先找帮手啊 我问你 你说白小倩 她真的派人去救文光吗 绝对没错 我们还交过手 真看不出来 这个女人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啊 十三妹 我什么时候能够遇到这种 甲骨柔肠的红颜知己 你还能够遇到这种 对了 我让你打听我爹 我娘和我姐的下落 打听得怎么样了 这相里相外我都问遍了 都说啊 自从传菜馆被收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我估摸成了是死了 难道真的是富不过三代啊 红家就这么晚了吗 纪归 你来帮我安排个灵堂 就放在等冒行吧 是 三弟 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办一些重要的事情 老爷的印章是不是被你带走了 二宝哥 你看我这个脑袋 我一时匆忙忘了把它留下来了 怎么了 没出什么事吧 不过就是几个进出买卖签不了 那就先把货放着好了 你知道吗 出大事了 我们往来的账户都被钱庄封了 凡是跟德茂行有关的资产也都被没收了 现在生意完全都停了下来 怎么会这样 我去查过了 钱庄封了我们的资产是有平有据的 文件上就盖着老爷的印章 三弟 你没有把印章借给别人吧 阿宝哥 你是不是想说我拿印章干了什么坏事 我是最会祸手 我没有那个意思 算了 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把印章还给你 我是怕你被别人骗了 图章丢了 怎么会的 再找找 快 快 我最后一次用的时候 我好像在做一笔买卖 后来我就敲了几个章 什么买卖 转让德往好 什么 转让德往好 阿宝哥你先别急 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我们公家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是怪不了别人的 都是文光引起的 他是谋反作乱 这是要拖累整个家族的 虽然我带了一些家产出来 可整天还是忧心忡忡 因为这些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官府追查的 画是不错 可是 可我看你们全没有防备 死心眼找商家还要重振德茂行 阿宝哥 这不是舍本竹墨吗 我当然知道这些了 可是老爷他 阿宝哥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不是我说你 于衷也要看场合用 就算把生意做得再大 官府的一纸文书 就会让你前功尽弃的 那也不能转让德茂行 我也是为了洪家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我真是一个律师 他能帮咱们瞒天过海 改变户头的 我都想好了 先让德茂行在上海彻底消失 咱们带着这些财产 远走他乡 到南京去发展 到时候谁都找不到咱们 更别说找咱们的麻烦了 阿宝哥 虽说咱们不是亲兄弟 可是我们情同手足 你放心 我绝不会丢下你的 你这么说 老爷不也找不到我们吗 还有文卫呢 还有大少爷 我也从狱中出来的呢 好了阿宝哥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事到如今 我也不想隐瞒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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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你怎么会这样的 你怎么会这样的 我大哥又葬身火海 我大哥又葬身火海 然后有一群无赖 纵火烧了我娘的船 爹 我娘 还有刚回去的我姐 当时都在船上 我看 应该是结束难逃吧 安宝阁 我得到了这个噩耗 怕你伤心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再怎么样 你也是我未过门的姐夫 但这个家总是要有人 来处理善后的嘛 所以我逼不得已 只好用印章 不过好在这一切 都已经处理妥当了 面对现实吧 阿宝伯 现在只剩下你跟我 咱们有亲如兄弟 不如这样吧 咱到南京 另起炉灶 重闯一片天地如何 我不相信 文威不会有事的 他一定还在南京等着 我要回去找他 阿宝哥 阿宝哥 你听我说好不好 阿宝哥 如果我姐还活在这个世上的话 以他的个性 他可能不找你吗 还有 你看 这什么东西 你自己看 怎么会在你这儿 这边要是没有这个人 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 阿宝哥 不管你说 能找到地方我全找过了 我也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他们现在都已经 反正 我现在绝对要阻止你回南巡 我哥犯下滔天大罪先不要说 我姐生前跟我爹 还有官府这样子一闹 现在官府找到任何跟宏家有关系的人 他一定会粉身碎骨的 你这样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不相信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相信你一定会粉身 他一定会粉身 我相信他一定会粉身 他一定会粉身 我相信他肯定会粉身 是 不是 阿宝哥 我想尽一切办法都没保住文官 父亲和徐姨也下落不明 一时冲动 生离死兵 空流无穷遗憾 车站一别如有天意 想去上海找你 但腹中开向已越来越明显 坟里的滋味很不好受 但为了将来的招征努力 也只能忍受此刻的相思之苦 文尉 你要出去啊 是啊 我给阿宝哥写了封信 写完以后才想到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寄 我想来想去 也许他会去上海的德茂行 你说 我写那里的地址 他能收到吗 也许吧 我想去码头看看 有谁去上海 可以帮我把这封信带去 那怎么行啊 你现在有孕在身 挺着大肚子还在外面走来走去啊 人是被逼出来的 当初我离开南巡的时候 我以为有想到 会发生这么多麻烦的事 你是不是后悔了 当然不 我无怨无悔 这样也对 早带人去可能快些 先生 先生 请问一下 你知道上海德茂行吗 不知道 这位大哥 请问你去不去上海 能不能帮我带封信呢 帮帮忙吧 德茂行 不许不许 算了 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他分明是看到德茂行的名字 不敢惹祸上身 被你死固 乏鸽点 去哪 徒乏鸽点 天来 谁 看 小倩 小倩 荣卫小姐 你怎么 我已经躲好几天了 看来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 这又去乌州 向寻府大人 他有个公道 小倩 寻府对你无非是唱戏和听戏的人情 你现在有药案在身 他摆脱关系还来不及呢 他怎么会去帮你 就算他真的肯帮你 恐怕 那是对你另有所图 可是 都是文光害了你 你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心甘情愿的 为了文光 我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愿意 我为了阿宝哥去了上海 所以想突然送封信去 你们这倒是提醒我了 好 我有很多同门也都去了上海 不如我也去那儿 顺便可以帮你收信过去 那真的太谢谢你了 好 金少爷 好久没见了啊 怎么样 您的媳妇还有下巴吗 哎呀 这兵荒马乱呢 你也别着急 对啊 兴趣啊 近在咫尺 只不过 有消息不灵吧 来 金少爷 要仔细算的话 你等他有五个月了吧 金少爷 小二啊 来了 你好 好 老先生 进来歇歇脚 喝碗茶 才两个童子 不了 人老了 不中用了 出门坐错了车 转了一圈 到了天津了 小儿 我问你 有个叫德茂行的私行 你知道在哪吗 能去找的地方 我都去找了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他们真的已经 三少爷 金大爷 你怎么来了 这是 这是 你离开之后 有人放火烧了我娘的船 说起这些真是一言难尽 等我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 还有 阿宝哥怎么跟我姐分开的 我也不知道 所有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老爷 老爷 金大爷 别难过了 老爷 难过也没有什么互动 幸好我们家是家破人亡 上凯的生意也是一团糟 也没有人敢跟我们做生意 所以我得给我的钱用的也快差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 真的连我也要偷黄埔江了 到燕草地府找我爹去了 嗯 少爷 洪家可休你这一条根啊 你等着 他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他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哎 这商场如战场我哪等得起呀 再说了 老爷的印章还在阿宝哥那里 我现在真的是动弹不得呀 当然我也知道的 我知道你们父子俩对我们家很忠心的 这乱世当中毕竟是人心隔肚皮 我看我贴那些账目 很多款项都已经不见了 我现在是要什么没什么 少爷 这是老爷他给金宝的 要金宝全权管理德茂行 给 金大爷 你不会是对我们家最忠心的人 我当然相信 我也相信阿宝哥 他一定会来帮我的 就是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不如这样吧 你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等阿宝哥到的时候 他们再合计合计 本来已经有了印章 再加上这个字句 那真是天衣无缝 那需要多少时间 明天行吗 这名字不是你的 名字改改总要几天 金宝的爹都追到德茂行来了 再这样待下去 直到会捅出娄子 我总不能让金宝跟他爹见面吧 说到这个金宝 我总觉得是个新鲜人 是女婦之患 你现在什么事都瞒着她 迟早有一天会被她发现的 再加上她是准女婿这层关系 万一 哎呀 张人媳妇死的死 失踪的失踪 哪还有什么准女婿啊 嗯 这倒也是啊 不过话要说回来 金宝是个重兄弟情义的人 在我们洪家除了我娘之外 就是她对我恩主母神 我不能够不讲义 嗯 我们终究还是换过帖子的金兰兄弟 她也会是我 真正离不开的好帮手 好吧 那我们就先不谈她 我看你这样吧 我先尽快把德茂行给卖的 然后给你找个新的助手 阿宝哥 你总算是回来了 你去哪儿的 这么晚才回来 急死我了 对不起 我出去散散心 让你担心了 阿宝哥 我知道我姐临死的时候还怀着你的孩子 听到这样的噩耗你肯定很难过 我可以理解 可你整天这个样子也不是办法吗 这样好不好 我说我姐临死的时候还怀着你的孩子 你到账上去领些银子 去趟南京好吗 去南京 是啊 一则散心 二则帮我看一下市场 为我们以后搬过去打些基础吗 行 我听你的 我去收拾一下 阿宝哥 不用收拾了 带钱去就好了 我可比我爹大方 还要请掌柜的给你开个银票 马上给你雇车走 就搭夜船走吧 阿宝哥 这些都是我亲手为孩子做的 我真希望你能平安回来 亲手为孩子穿上 我知道你现在在上海 胜无分文举目无情 我真的很替你担心 segments 还得要去 阿宝哥的孩子 你放心 来人啊 快点 有力 有力 孩子用的时间太长了 有力 快点 有力 没有力 大大小姐 阿宝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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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无死平安 大方小子好 这样宏家就有后了 看看儿子多漂亮 长得跟娘一模一样 儿子 是儿子 我们计划当中的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 德茂行也卖了个好价钱 手续都办完了 那就预入咱们在南京开创新的事业 有首烧病歌是这么写的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 也许就应验在南京 怎么样 咱们一起到南京兴望发达去 那却要仰仗你了胡少爷 不 现在该怎么称呼你 我娘姓徐 所以我跟着姓徐 文禄改成天禄 你觉得怎么样 徐天禄 天道酬勤 想不尽的俸禄 好 好名字 好气派的名字 现在别说南寻的官府 洪老爷子 就是文光在世 所以想要找到我洪文禄 真是南上加南的事 上海房子的事情弄得差不多了 好极了 不过赵理事 我有件事情在求你 现在我呢 基础未稳 急需人手 相军的身手 我又非常赏识 所以能否 就让相军从此以后跟着我 那有什么问题 一句话 你怎么办 倒是之前常跟着你的机会 那个人 他有钱的时候就看不到人影 没钱的时候他自然就出现了 这个人我看不可久留 迟早会坏事的 跟着我好好干 老爷好 我不会亏待你的 三少爷 大喜大喜 老爷从乌镇来信了 老爷 你在说什么 什么老爷 我告诉你 这个德茂行 只有我这个老爷 小的口误 口误 还有 这位赵将军 现在是我的随从 有什么事 大家不请照应照应 是 是 先下去吧 好 那个老王八蛋 命真大 又给他活下来了 管他 反正你财产已经过过了 这么说是没错 可是咱们还得加紧脚步 跟你哥去催催 三少爷 金大爷 您怎么来了 我不是叫你在旅馆休息吗 我一想起老爷来 我就待不下去了 来少爷 能不能派人到南巡去找一找 而且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梦见金宝和大小姐已经到了上海 还抱着一个孩子 我想 过几天我这个梦 转能灵夜 梦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 这是老爷的信封 这个信封是有钱人用的 是我一个朋友寄来的 金大爷 你就回去休息休息吧 你想多了 真有什么事情我会处理的 好不好 好 少爷 金宝有了消息 你就赶紧告诉我 好 好 来 大爷 你儿子的下落已经找到了 但我还是不敢回报老板 什么 他出什么事了 这位金宝大哥不仗义 把红侠小姐甩掉了 还拿红侠老板印章把德茂行骗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德茂行几天之后换老板 我劝你还是赶紧逃跑吧 绝不可能 我知道我的儿子 你 你带我去找他 我想找他 转眼间 已经无影无踪了 好 我就是等会把这些人送给了 你 他并不想到 你 我一边 海套 脑子 帓子 你 跟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找金宝哥的 本来早就该到了 可是我在上海人生力不熟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里 金宝不在吗 在 他在 只是不凑巧 我让他去外地办事了 那是真的不凑巧 不过既然你是洪家三少爷 这封信由你转交给他也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只是不知道 是谁要给阿宝哥的信啊 是文卫计 我姐 当然 当然 我一定会让阿宝哥接他回家的 毕竟是一家人嘛 这是应该的 这是 小老板 把这信转交给我 你信得过我 既然 你是文卫姐的弟弟 我当然信得过你了 我看 你好像还有别的事的样子 那 我就先告辞了 小老板 请问您在哪儿落江 还没有确定 因为还要找几个师兄弟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能就先回老家去了 那好吧 那我就不留你了 请 最近琐事缠身 改天请小老板过来聚一聚 当时一定要闪光 你太客气了 不过 等金宝先生回来以后 还是请他回趟南巡 把文卫姐接过来 虽说是朋友家 住久了总是不方便的 那当然 放心 不用阿宝哥回来 我就把这事情给办妥了 将军 给小老板安排车子 好 我去 请走 再见 这是谁 谁呀 身段好漂亮 真是人间有物 更难得的是 她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大美女 那为什么放弃 你以为我舍得 只是现在把她留下来会是个祸害 不是叫你这些日子别过来吗 三少爷 三少爷 您老是不招呼我 我心里难受啊 阿宝哥不是去南京了吗 三少爷 我就是想来跟你们喝两杯 顺便也问您 偷点零花钱 您当我是你的钱包啊 我告诉你别来找我 否则我要你的命 我 这 顺便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相军他跟着我 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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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